症中间的症状 陈迅灾有没有 我把一些好的金方家 他做一些陈述 我把它放在里面 他终结得很好 少妇应满有血结和水结 有水和血病结有三个症状 如果他是血结到一定会见到狂妄 血结到的时候小便一定是利的 小便很正常对不对 像陶和陈一张 这个是专门是小便不利的时候 小便利的时候我们要用抵挡汤 只要血症出现的时候 小便不利的 我们会用陶和陈一张 但是病人是乳狂 还没有真正的发狂 发狂的时候小便正常利的时候 我们会用抵挡汤 抵挡汤 那水结 如果是水结的下交呢 小便一定不利嘛 这就是五菱散 五菱散症 那如果水和血同时结到 那一定有小便难 少妇满 少妇满 少妇满那个结是错 少妇满如敦状 大黄干水汤 这个大黄干水汤 我就用过 这个 有一对夫妻两个 这个 太太夫妻两个结婚五年 都不会怀疑 那去检查 说是太太有问题 先生没有问题 来的时候症状 奇怪的肚子圆圆鼓鼓的 硬邦邦的 好 然后问他大便便秘 一直是便秘都不好 非要吃点通便的药 才清出来 小便的小便也常常不顺 肚子是紧 紧在那边 我一看他 大黄干水汤症 好 我们后面介绍 警官会介绍到 他是 肚子里面有水 子宫里面 等于是子宫里面积水 西医没有子宫里面积水 就好像这种名字 水还有血病结在里面 我就开大黄干水汤 一剂 我把它包到胶囊里面 一剂六颗 粉剂 好 那比例以后 我们接到大黄干水汤 会跟诸位讲 病人吃完一剂 当天就 吃完大概半个小时 开始头昏 走路 那个 要两边扶到才能晃 然后吐 只吐一口 就好像我跟诸位讲过 有没有 你那个吸管 放到水里面去以后 按到这边水就上来 你上面一注 下面就开 他一口下去 哇 大小便同时排出来 坐在马桶上 坐了六次 就是上去上六次 好 一直排出来 吃完一剂 只有六颗 第二个月就怀孕了 那么快 我都还没想到 奇怪这个人不见了 对 问问他 他很好啊 就不管他都没有吃任何药 第二个月就怀孕了 一剂 所以你只要对症 一剂就好了 那是水和雪并结 介绍到大黄干水汤的时候 我们后面有很多地方 会用到干水 像干水 半下汤 食早汤 我们都会用到干水 好 对症就是不要 我讲过对症就是不要 好